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跟葡萄一样 罗飞鱼也是从国外引进的品种 广东茂名人多年来在水塘里的金庚细作 摸索出了一整套养殖 挑选 加工罗飞鱼的先进技术 原本在国外默默无闻的罗飞鱼到广东茂名走上一遭 就能身价倍增 这其中的奥秘 本期的丰收节 月字号为您来详细讲述 福利文是广东茂名一家水产企业的分选员 只需要1.5秒 他就能准确地分辨出 一条鱼是不是合格 在这座工厂 每天会有一百多吨的新鲜罗飞鱼运来加工 福利文的工作就是对运来的每一车鱼进行抽检 把控质量 经它检验合格的罗飞鱼会经过一系列加工流程 变成一块块塑种鱼牌 销往全国 乃至世界各地 罗飞鱼原产于非洲 在20世纪50年代末 因其具有生长快 产量高 疾病少等特点 而且肉质鲜美 少刺 营养丰富 被当作一种经济鱼类引入冒名养殖 如今 每年23万吨的产量 让冒名成为了中国最大的罗飞鱼生产基地 在天生善于培植优秀食材的老广手中 冒名罗飞鱼这样响当当的月子号 如果只能做成速冻鱼牌 那绝不符合他们对美食孜孜不倦的追求 养鱼人黄毅正在探索一种新的养殖技术 这可以让罗飞鱼肉变得脆爽弹牙 久煮不烂 打边炉还有那个做那个酸菜一样 正经的煮不烂的 有的结窍呢 主要是它有专门那个出油料的 有一定的那个蚕豆上去的 蚕豆中还有一种特殊的氨基酸 给鱼吃下去 鱼肉的蛋白质结构就会发生奇妙的变化 从而增强弹性与韧性 产生脆爽的口感 但是给罗飞鱼味的并不是整颗的惨豆 必须经过加工变成饲料 这正是黄义要探索的秘诀